台股新攻略 那么现在的涨幅是在1.5%左右 量的部分今天一大早早盘就放出来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量已经来到了904亿 之前上涨人家担心说没有量 可是今天量明显的是有放大的 而且就指数来说的话 又是一个波段的高点 大家说8840好像很接近了 有没有机会下一步就看到 尤其今天的联发科大力光台积电 党党都是强棒 金融股也不遑多让 在后面赶快追赶 那么在指数的部分后续要怎么来观察 指数当然可能还有小空间 因为这个毕竟9000点快到了 8800了 那今天尾盘大概等一下还会再收高 台积电我们看一下台积电尾盘 最后一笔也是拉上来的 那不止台积电 2412叫什么中华电 中华电也很强 我们欣赏一下中华电的日K线好了 因为我们说生日今不要看过中华电去那么多 讲真的啦 会长 中华电喔 那就问大家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中华电 没有 那2330的台积电 你有没有台积电 也没有 好像也没有 那你有没有台积呢 那再欣赏一下台积 1101的台积 这个盘中华今天创新高嘛 盘中华也是吉拉 有没有 台积 你以后就找这种大支的就好 1301的台硕 有没有 你有没有台硕 尾盘也都是长这个 连远东新都上来了 远东新也都上来了 那你有没有远东新 所以 投资朋友我问这些问题 就是跟大家讲说 这盘现在就是外资在控盘 那外资在控盘的股票 外资的股票 你有买的话 当然恭喜你 问题是 就好像我刚才问一会儿 好像大家都没有 你可能比较有的是 这几年来 这一两年都很强 那个叫3552的什么 同志 你有同志吗 跌停板 同志跌停板 那么你有没有光环 光环营收特差 光环重挫 来看一下日K线才知道 破底 你有没有3490的什么 这个叫什么 单紧今天再破 日K线再破 你有没有这个 可乘 大家都有可乘 可乘今天不怎么样 在日K线 好像很不怎么样 是很不怎么样 还有生技 大家很喜欢做 风电 风力发电概念 滚在两档 有没有 1589的叫永什么 永贯 永贯不是永贯三军 他跌幅可能是永贯三军 看一下日K线 整理那么久破线 这个缺口叫做断头缺口 直接因为他刚刚有颈线位置 他跳下来跌破颈线 是用跳空的话 就叫做断头缺口 你说只有永贯基本面不好 像4733 有没有看到 这叫什么 上尾 也很烂 一样的基数面 一样的基数面 所以呢 投资朋友 我这就是我要讲的 今天上贵买指数 看一下贵买指数 好像也不怎么样 贵买指数今天不怎么样 注意一下 这个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的 这个翻黑 差一点翻黑 那生技股也不怎么样 今天唯一涨的 因为太阳能挂了 你看那个三如一式的 有没有 三如一式的 这个也不怎么样啊 你看日K线 三五一九的 有没有 也不怎么样啊 那日K线 一个一个都很差嘛 太阳能也不怎么样 有没有 生技股也不怎么样 因为一个叫怀特嘛 解盲失败 有没有 直接跳空跌停 你看这个风险这么高 风险真的是高 所以我说 结构上令人非常担忧 我这样讲 投资朋友 不叫你们 今天涨了一百 看上去涨了一百四十几点 好像大家没什么高兴的 如果你很高兴的话 如果叫到我的客户问我说 老师 美国股市大涨要不要翻多 那我看到我的股票都跌停板了 我是做空的 我股票都跌停板 我为什么要翻多 我这样讲你听懂吗 台积电我没有空啊 我也没有去空台泥啊 我也没有空台塑啊 就好像你没有买台积电 没有买这个台泥一样啊 都是那些在涨 我也没有空中华电啊 对不对 你有没有买中华电 没有嘛 是不是 你的股票都是在跌的 所以我们上半场结束 就是这一句话 今天台北股市大涨了一百四十几点 如果你的股票反而大跌 或者跌停板或者破底 甚至没有涨 你明天皮就要绷紧一点了 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 有两天的反弹时间 今天就是那一天 就是最后的反弹时间了 你自己要小心一点 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易华一下 好在这个指数的部分 最后面是小拉尾盘的 因为最后面的我们的大力光 上涨有四个百分点 而且台积电 连发科中华电信 今天涨幅都超过3.3%以上 所以也激励了我们的大盘指数 在尾盘往上拉台 最后收窄了八千七百八十六点 是上涨了一百四十五点 涨幅百分之1.6 那么在今天的量是比较多一些 有九百七十二亿 大家说是不是外资开始 全面性的回笼呢 还是说跟林泰哥讲的 趁着反弹还有两天的时间 今天已经占掉一天了 那么明天之后要怎么来观察 等一下更多的分析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专业让华信投顾总能发掘潜力投资 二十多年来 华信致力于更高的目标 更深远的眼光 为客户发掘更优质的投资机会 制服专线02-2392-3988 2392-3988 没想到六年后再重拍青春录广告 皮肤好了那么多 青春录的Petera 让肌肤经营剔透延续到未来 证明当年的选择没有错 自主的女人改写命运 Tutor ABC 一人报名全家共学 学英语再送iPad mini 0800666680 Let's practice together 看见一只蟑螂 本余有好几百只蟑螂藏在你家 威灭灭张队挑战杀张极限 全新啤酒项目配方 门三代连锁 强力杀张 威灭灭张队超威 明交加尔记 灭张无死角 未来空调再进化 兵力直追式移动空调 No.1天气热 它就是冷气 马上开机 立刻吹出健康的冷气 天气潮湿 它就是除湿机 跟过敏 发霉 潮湿 说拜拜 空气脏 它就是清净机 有效过滤 PM2.5 给您全家干净的空气 天气冷 它就是烘干机 陪您全家度过寒冬 多机一体 超强功能 高效能 一耗电 还可以啪啪燥 想要哪里吹冷气 就推到哪里 你还在用耗电 旧型的冷气机吗 或是买了 空气清净机 除湿机 烘干机 一大堆的机器 兵力直吹式移动空调 一台比多台 一般的价钱 多重的享受 直吹式冷气 吹出健康 高效能 低耗电 不滴水 免安装 免排水 现在只要一通电话 立即享受 清凉 净冷的 兵力直吹式移动空调 妈妈的拥抱 值得信赖 爸爸的肩膀 值得信赖 专业的伙伴 值得信赖 值得信赖的好伙伴 阳性银行 财富管理 欢迎欢迎来台股新攻略 今天的指数表现算是很不错的 因为上涨幅度最后面是来到了1.6%以上 我们的指数越电越高了 那么鼎泰哥 今天这样子往上涨之后 还有继续往上涨的空间吗 你刚刚又说 剩下两天时间反弹 对啊 怎么解读 应该说上个礼拜五讲的 上个礼拜四讲的 上个礼拜我们修事 所以今天跟明天 大概这两天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指数也是这样而已 投资本你可以慢慢体会 我上礼拜跟大家讲这一个 我上礼拜跟你讲这个 我说紧急通知 那持股要亲自跟你回电 那今天早上你还有机会 做卖的动作 今天是让大家算得上是失望 我们讲一个真的 今天就好像你说 都是权重股在动 那投资人手上的股票 不但没有涨 那不要说涨 有的在跌得很重 有的反而跌得很重 要破底 所以通常 人性如此 你看到这个涨了一百多点 一百四十五点 那反而你的股票中错 甚至杀到跌停 你的心里一定比 更难受 这样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今天台北股市 跌了一百四 跌了一百四十五点 你的股票跌停板 大跌你会认为 刚刚好而已 对不对 因为指数跌 我的股票当然 受到拖累就跌了 但今天台股市 是涨一百四十五点 涨一百四十五点 你的股票却大跌 甚至跌停板 很多麻烦的事情就要出现了 大家想一下 如果这个行情真的那么好 外资没有办法 外资一定跟着国际股市 因为它跟着美股在卖动的 卖动的 其他市场 好像今天大涨日本股市也还好 因为日本股市跌很重 安倍经常又得到 这个国会选举大胜 当然了 日本到台 可是你看日元也没有 也没有回贬到什么情况 日元并没有回贬 所以我说过这个行情 现在是很奥妙的时间点 那还是要跟大家讲 万般拉台 因为结构令人担心 那我刚才上半场的 最后的结尾就是说 投资朋友 如果你有 如果你的股票 今天在台北股市 大涨的情况之下 你的股票反而是大跌的 甚至跌停板 甚至破底的话 你要小心一点 一样 你要小心一点 这个一定是这样子 大涨都没有你的份还破底 你麻烦市局 一定是有原因的 都大涨了 通常股市是在多头格局 那利空的股票 它会利空出境 它会今天开低之后拉上来 甚至就直接开高了 这个叫多头 这个背景 不知道出了什么样的事情 它才非常担心 然后呢 趁今天台股大涨 赶快出货 投资朋友 这要小心一点 好 一样我们来看看 全世界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的 美股在涨 美股快要创历史新高了 快要创历史 S&P5差两三点 它几点了 就创历史新高了 那这个也是 是美国股市 一定会有的现象 这个我说过 最大的利多 就是跌很深 最大的利空 就是涨很多 本来就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就很多 因为财报要公布之前 我有跟大家讲过 这个礼拜开始 美国要 今天晚上 明天的这时候 就美国旅月就公布了 那财报公布之前涨的 财报公布之后 就有的桥了 就有的桥了 因为已经先反应了 那美国股市也是很奥妙 去上次的这个非农 就越数据非常的差 那这个上个礼拜 又非常的好 现在全世界很不稳定的情绪在背后 在背后 好 那国际股市的话 当然都是涨的啦 都是涨的啦 但是欧洲股市还是跌深的反弹 包括日本股市 那日元还是深的 日元还是深值 他现在今天回到101 102 101102 就在那边绕来 101102 在那边绕来绕去而已 所以他也没有很明显的 没有明显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大的贬值 没有大贬值 当然孔旺指数是下来啦 孔旺指数本来就很投机啦 那油价你也要担心一点 油价快要涨不上去了 快要涨不上去了 我们再来看看几个比较重要的数字是 是这个 这个美国公债指标利率 历史心低哦 注意哦 还在避险 这个还在避险 黄金并没有拉回哦 黄金并没有拉回多少 这避险的这个策略都还在运作当中 都还在运作当中 所以这个内容只是短线上的 那你说如果这样架构 我们来看个股 美国股市的内容个股 美国股市的内容个股 几乎也没什么涨到 因为涨亚马逊那一些创新高 还有生计股反弹 生计股是破了 破了破低之后的反弹 那一样哦 苹果只涨零点几 那你要注意哦 这个外资现在在美国华尔街 我们看到报导里面一直在提到 他们即将要调降 苹果的财测了 要降苹果的财测 你要注意一下哦 所以这个下个礼拜 苹果公布财报就很精彩了 就很精彩了 下个礼拜没有那么快了 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其他你的看一下都是涨2%多了 1%多 那都是2-3% 2-3%而已 都没有什么涨自大 因为它是平均的这样涨上 也没有说让你涨得非常多的 这个股票没有 没有 没有 就是大概是跌升的 一种反弹的 一个内容架构而已 跌升反弹的内容架构 所以这样的架构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目前看来 国际股市也只是在 这个大的背景的一个空头 大长空 中长空的背景之下 在做反弹 那美国当然是最强的 我们怎么看美国股市 但是我特别强调 这个大盘的情况是这样子 大盘是这样 我说万般拉台只会出 为什么呢 因为大盘的结构是不对的 结构是不对的 你现在的部分看到的 都是为了技术面要翻多的 所以同志们 如果你今天有稍微仔细一点 你稍微仔细一点 有些人老师专门讲掌停板 那就另当别论 因为今天掌停板也是一些 这个鸡蛋随胶股 都没有什么特色的股票 跌停板的股票是重量级的 所以你如果看 看这个市场上在分析的 除非他专攻台积电 专攻台泥 专攻中钢这些 天宁跟你讲这个 他应该没有老师讲这个东西 那你发现啊 就专攻一直在讲指数 拿不出什么样的个股来 你会觉得很奥妙 你看今天盘中 从早上九点开盘 盘中连线 讲多的 几乎没有讲到什么股票 只有讲稀薄立端 好像全台湾只有这两档 多头的股票而已 一个稀薄一个立端 你再想一下 你回顾今天涨到到现在 就说接下来的下午的时间 大概讲讲多就只有这 好像台湾都没有股票 只有这两档而已 为什么讲不出来 因为都挂了 跟你讲同志好了 今天直接跳空跌停 光通信的股票一档一档破底 PA功率放大去 只有文贸营收创新高 但文贸股价也不怎么样 其他都是一直在跌一直在跌 你觉得这样子对吗 所以我说 OK啦 时间多头的技术面 还是存在的 但结构已经出现了 所以结构已经领先时间下来了 那你就要注意了 你就要注意了 我们不会随便跟大家乱讲的 很多股票你自己心里要有数 那你有些投机股票 我刚才这个 吴毅中看到这么一档股票 你看一下 这个叫亚翔 你还记得亚翔吧 这个叫亚翔 6139的亚翔 你看这档股票很奥妙 他今年2月份3月份 突然吃着大力丸一样 大家都还 你看他底下叫熔券 底下是熔券 熔券突然暴声一路嘎 可是一旦熔券回补之后暴跌 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现象 最近第二波的熔券 熔券又快要面临到除息除全了 准备要结束了 那有些股票 没有 他基本面说大富输不是吗 你看他可以从43块 掉到了20几块 几乎是腰斩了 你看当初你看熔券刻意嘎上来的 熔券刻意嘎上来 当熔券一回补完了就回来了 你要想像有些股票 现在因为有一些熔券在底下 准备要在最后这个 因为这几天很多嘛 最近很多就要除全除息了 熔券最后要回补了 一回补完有得巧了 所以你要注意哦 这个时候跟大家讲 我举这一档股票就 这个大家当时很有名 但每个人都在讲 他现在没人讲他了啦 你看这可以拉到40几块 现在回到20几块了 这种情况啊 接下来这一两个礼拜之后 很多除息除全网的股票 就要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3234的光环 你来看 有没有 也是啊 你说这里 这个熔券都还嘎不上来 意识一下 其实我现在 这个除全除息完了 开始一波大跌 今天还跳空下来 注意哦 注意我跟大家讲的 这个就是大家要留意的观念 所以你手上我们还是老话一句 投资朋友还是老话一句 你的问题啊 现在现在可怕的情况 现在才发生 你试着想想 今天台北股市大涨创新高 你的股票大跌 甚至破底 甚至跌停板 你平均变得点 我还有 我还能够帮你啊 我就尽量帮你 我还能够帮你啊 我一定亲自来跟你帮你 好 现在指数的这个 这个交给易华 帮我们讲一下 好 所以我们在货货市场的部分 其实都是拉尾盘的 尤其是在这个台子期的部分 最后面呢是拉尾盘收高哦 台子期最后收在了 8736点大涨 175点 今天的涨幅呢 放大到两个百分点以上 另外电子期 在今天一大早就是最强的 最后面收盘呢 也是最强 357.5来做收 那么涨幅的部分 有2.3% 金融期也是不谎多让 跟在后面 933.6 做收涨幅1.4% 今天电金 双主流 看起来都蛮厉害的 那么在贵买指数的部分呢 相较其他的一些 这个期限货来说的话 似乎涨了稍微少一些 最后呢 是上涨 0.27% 好 就是今天期限货 最后的一个收盘表现 林泰哥 你看看这个 刚刚看到的贵买指数 今天算是涨最少 对不对 相对来说 他的表现空间 好像被压抑到了 那么从这个明年开始 如果说指数还继续动的话 是不是贵买指数 中小型个股 依旧比较黯淡一些 当然啊 因为你看到有人在出货 我们不要去管 市场上怎么样 你想你是大户 你是大户 你是做了贵买这些大户 你利用今天出货 把货 因为有些东西 为什么要拉高出货 我20几年前就写一本 现在已经绝版的书 叫做主力的吃货出货 那一些方法 现在都完全运用上了 都完全运用上了 你想你是大户 你利用今天台北股市大户 你把他往外抛售掉 这是好机会 出货 然后你明天再给他买回来吗 不会啦 投资人你想 你怎么可能这样做 因为你怎么知道 这个指数大家都说 还有空间 干嘛急着卖 可是你今天却把它卖掉 一定是有原因 我们经常你说机关 不是放在城口 这一定有原因 机关就是这个道理 机关怎么 好好的机关 为什么要放在仓库里面呢 应该 可见仓库不知道 藏着什么宝贝嘛 是不是 是不是 机关怎么会摆在 那个很荒凉的地方呢 一定有原因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来看一下 好 我再跟大家讲 就算今天日股大涨 我说他跟自民党 即将推出的经济政策 有关系 可是日元 看起来并没有明显的 回扁 日元还没有明显的回扁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六月份的营收 我们新出来的好像这个华雅科好像也都不太对劲了 我都要注意哦 我都要注意哦 来 来看一下日元 我说日元没有扁多少 今天也不过来到来招一下 招到这里 还在一百多而已 一百 了不起现在可能看到一百零一这附近而已 那我们再看到这个技术面 你再往下看 慢慢照哦 关卡破 关卡破 破了会弹 关卡破 连这里也弹 再急破 再弹 可是这一波到这里都没有弹多少 是谁在避险 谁在避险 我再讲一遍哦 你最好把我的话听进去哦 你今天的股票 今天台股大涨一百四十五点 指数创下新高 波段的新高 你的股票如果没有涨 第一个风险来了 但是还好没有跌很深 那如果你的股票是跌得很重 甚至跌停板 你会撞着等 另外呢 你的股票不但没有涨还破底 那很麻烦 你通了吗 应该听懂我讲的 听懂我讲的 所以今天盖子 投资人是不高兴的 只会 反而怨声再到 我看骂什么 骂我们的护盘的啊 怎么怎么护啊 都是被外资 有些股票 业内再到嘛 今天业内 刚才立法院才提到 说这个对于这个税制改革啊 什么 那个健保补充保费的一大堆的啊 什么 或者鼓励减半啊 什么 又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因为一眼内 但是我们的答案 政府的答案是明年 上半年再谈 这里到明年还有一年的时间 我跟你讲 你等不到那时候 股票就开始已经在破底了 指数创新高 股票破底 你真的要小心 我说过 也是这样而已啊 有没有 股市创高 业内出货 股市创高 业内出货 万般拉台 只会出 刚好来个九百堆 让他出货 所以我都跟大家讲 你注意看下午的节目 都一样 一直讲多头老师 讲不出什么样的股票 拉回找买点啊 那个 那个好像录音带一样 播给你听 拉回找买点 指数创新高 很多股票拉回找 可是他应该拿他股票大涨了 我说台湾现在 多头老师的股票只剩两档 一档稀薄 一档立端 很奇怪 很奇怪 你自己先看看 没人跟他讲同志 那也没有人敢讲苹果概念股 是不是 讲苹果概念股 只能讲大力光 大力光又买不起 你看很奥妙 讲到可乘那些 好像又不太对劲 对不对 讲到什么 Skywalk所领听教的 这个PA 宏捷科 全新 好像又不太对劲 好像还在大跌 光通性的股票 一档比一档弱 对不对 这样对 来看一下苹果 苹果 好 我说外资已经在华尔街 开始蔓延出来了 要降频跟降材测 所以呢 Skywalk也没有涨 上个礼拜破底之后也没涨 也没涨 PA的部分都没涨 车用电子 你现在终于看到 看到这个同志 月营收大幅衰退 你把第二季 四月五月六月份加起来 原本市场上 他公司败可能评估会衰退两成 我上次跟你讲过 所以我们一直空同志 那现在六月份再公布出来 又差别那么大 我们看好像不止两成 我们把它加起来 营收好像退了快一半 获利是不是能够会 上次公司败是认为 获利会退两成 那看到四五六月加起来 至少再营收 可能要去掉一半 为什么呢 因为全世界的车用概念股 车概股都是这种 常见空头下 早就反弹过了 都还在这样 所以同志啊 同志你看看 今天我们上次在这边空 空了之后连续大跌 回补掉 我说我就跟你讲 补掉你才有力量在空 来到这上面 我跟大家讲都是空 今天怎么样 老师怎么不见了 跟这个一样 直接跳空跌停 直接跳空跌停 但是你不要忘了 车用电子是大家 每个人都在说他很好 很好的 那同志不怎么样 那胜利会怎么样 你自己想一下 你自己想一下 因为今天我还没看到 他公布 我们也不可能知道 知道就是内线 那我之前跟大家讲说 这个股票也是我们空 回补 告诉你这上面都是空 你看今天又要来破这个 没有看到这几个字 这个叫英特雷 IET 像我们上次空了就四成 让他再晃晃晃 当然整理 大家都足底 如果明天一根再破的话呢 那这很简单 万一明天指数就不涨了呢 万一明天指数 搞不好今天指数 奇幅外资大买 奇幅买一万口八千口 一万口这样买 通常如果出现这么大的单量的话 明天通常是要拉回的 那些你今天的弱势股怎么办 我讲的应该是很有道理的 来 单请 我已经跟你讲反弹要卖 讲了很多次的反弹要卖 才今天又破底了 破底空单就续报 这也是一定的 全新 全新 你看 头部都出来了 全新 头部今天再破底 又破了 我就跟你讲 你的股票要小心 你的股票要小心 永贯三军 整理那么久 你认为它是足底 没有啊 它破底 断头缺口 逐渐直接跳空跌停 有吗 特斯拉概念 贸年天天有利多 你看这个样子不太对了吧 利多是给人家出货用的 因为特斯拉本来问题就很多了 太阳能大头部出来了 太阳能有没有看到 太阳能 太阳能大跌 太阳能就是看空啦 随便你啦 你认为我们就是因为太阳能 这样我们太阳能就会大涨 轻载 业绩更不好在后头啦 好可诚也注意 今天不是大家都台阳股大涨 它是这个样子 光环 我全然跟大家讲联雅挂了 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联雅 联雅挂了 联雅挂了 光环小心 今天光环直接跳空 看到了吧 看到了 阳城 一样 这些大家都要小心了 在最后再强调一次 同学朋友 我们紧急通知 手中有持股的问题 老师亲自帮你回电处理 谢谢大家 好 今天外资的多单 稍微减少了717口 不算是太多 那么后期的行情怎么样 进一步的分析呢 是去锁定我们 我们明天同行再会 拜拜